大家好,我是蒋金庸的玫瑰书 咱们今天接着精讲以天图龙记 今天应该能把六大派为公光明顶这段大戏给收购为讲完了 上期咱们说到张无忌独斗六大派 打败了正反两仪刀剑阵 华山昆仑两派也服了 六大派还剩两家 就是武当还有峨眉 这时候峨眉派掌门灭绝师太 就跟武当的宋远桥说 宋大侠 六大派只剩贵我两派 老尼姑女流之辈 全靠宋大侠主持大局 宋远桥就说 在下已经和阴天正教主比试过了 未能取胜 这次师太上吧 灭绝师太就冷笑一声 拔出背上以天剑 缓步走出 但是武当二侠于连州这时候说 师太要不然还是我们哥五个先上吧 师太最后出马 肯定可以取胜 他的想法是张无忌以内功深战建场 然后武当武侠也是内功很深 他们哥五个轮流消耗一番 张无忌肯定就虚了 最后灭绝就能稳赢了嘛 但是灭绝师太还不领情 因为在他看来 虽然张无忌已经秀了好几场了 但他觉得都是张无忌的对手太浓包 空性神僧也浓包吗 反正灭绝心想这小子之前被我磨眉抓了 还不是手到擒来 虽然挨了我三掌没死 但也就是内功深厚而已 不足为惧 他就说 于二侠请回 老尼以天剑已经出窍 不能平白插回窍中 那于连州听他这么说 也只好退下了 这时候灭绝一出场 明教弟子那边开始大声鼓噪 因为明教弟子死在灭绝师太的 以天剑下的不计其数 他们六大派里最恨的就是灭绝 这时候灭绝也不在乎 就说你们炒什么炒 等我料理的这小子就轮到你们了 你们急着送死吗 那么灭绝既然是有武器的 张无忌当然也不能空手了 灭绝就问他 你用什么兵刃 张无忌心想 这以天剑如此锋利 我用什么也不行啊 殷天正也指出了这一点 说你靠兵器算什么英雄好汉 灭绝师太也确实不算好汉吧 然后殷天正还跟张无忌说 我这儿有一把白红剑 也是冰宝剑 就送给曾少侠吧 我能看他痛饮老贼泥 敬中鲜血 死也值了 张无忌就收下了白红剑 但是心想 我可不能真杀了灭绝师太啊 明教还有很多人也在旁边嘲讽灭绝师太 说他就靠着倚天剑 要是空手过招 或者换把普通的剑 打不过曾少侠一点 但灭绝师太完全不在乎啊 心态是真的好 有当up主的潜质 好 两个人正式开打 接下来这段大家别眨眼啊 非常快 灭绝师太先让张无忌出招 张无忌不会什么剑法 但想起刚才看过何太冲他们使剑 所以就使出这招昆仑派的剑法 灭绝师太认出来了 但是根本不理会他这招 以天剑直取中弓 刺向张无忌丹田 剑法灵力 匪夷所思 这是第一剑 张无忌大吃一惊 一看他不防守只进攻了怎么 剑尖已经快到了 他赶紧往后一退 闪出一段 结果以天剑一闪 第二剑又来了 剑尖已经快指到张无忌咽喉 张无忌赶紧朝地打了个滚 还没起身 只觉得后脖子有风声 剑又到了 他赶紧往上斜窜出去 这一下也是险到急处 死里逃生 但他身在半空 已经没法继续躲了 命运师太也跟着跳起来 以天剑上跳 这是第四剑 张无忌发现自己身周数尺 都被剑光封锁 没法躲了 只要往下一落 俩脚就没了 情急之下 张无忌刺出白红剑 剑尖抵住以天剑的剑尖 只听搭的一声轻响 白红剑剑身一弯 然后又弹直 张无忌借力又窜起一段 这一幕真是太帅了 虽然物理学不存在了 但是武侠小说嘛 物理学本来就比较稀薄 然后命运师太不给他喘息的机会 冲上去又叉叉叉三剑 五六七剑削了过来 张无忌正往下落呢 又不好躲 只好用白红剑格挡 只听钉的一声 白红剑被削断了一半 张无忌没办法挥掌拍向灭绝头顶 灭绝师太用以天剑让他手腕 这是第八剑 张无忌看得其准 身指一弹 正弹中以天剑的剑身 他借力反向飞出两杖落地 再看灭绝 这一下被他弹得半身酸麻 差点握不住以天剑 张无忌如果经验够丰富 这时候上去抢弓已经赢了 但是他没有 灭绝师太也看明白这一点 于是两人第一回合打完 周围的观众被震惊地又呆了几秒 才爆发出震天价的喝彩 因为两人这几下实在是太快 太惊险刺激了 灭绝师太连出八剑都非常厉害 张无忌连续八次死里逃生 从绝境中逃出 也是身法诡异 然后灭绝师太看张无忌的白红剑断了 就跟他说你换一把冰刃再来比过 但我心想换什么冰刃在以天剑面前都跟纸糊的一样 还不是一招拿下 除非屠龙刀这时候出现 那就神了 可惜没有 然后周滇这时候跟张无忌说 我这一把宝刀你拿去用吧 张无忌犹豫着说以天剑太锋利了 这宝刀可能要损毁 周滇说嗨毁就毁了呗 你打不过他我们都得死 还在乎宝刀吗 张无忌一想也是 就接过了宝刀 一垫还挺沉四十多斤 有屠龙刀的一小伴了 算是低配小屠龙刀吧 然后张无忌心想 刚才白红剑怎么说也是我老爷送我的 实在亲戚 但这刀是周滇的 我可不能再毁了 你看他这个时候还挺计较这些哈 但也确实如果宝刀再毁了 就真的没有拿得出手的东西了 借这个短暂的中场休息 杨潇和韦一笑 还像教练一样指点张无忌 杨潇说张公子 你必须抢功 不能一位挨打 张无忌听他叫自己张公子 就知道杨不悔已经把自己的身世 跟杨潇说过了 然后韦一笑 韦教练说 施展轻功 半步也不可停留 张无忌也很高兴 因为杨潇跟韦一笑都是武功身后 书里说他们俩如果满状态的话 打灭绝家倚天剑 未必辨输给他 当然灭绝师太如果不靠倚天剑的话 基本上是不可能打赢这二位的 当然这是我个人看法 灭绝粉丝不要骂我 总之现在杨潇跟韦一笑 虽然被袁真按算之后 打不了 但是眼光还是很准的 所以每个人跟张无忌说了一个诀窍 都说中关键了 于是下半场开始 张无忌一上来就施展轻功 刷一下召到灭绝背后砍出一刀 又召回正面砍出一刀 灭绝横剑想挡呢 但张无忌已经不见踪影了 左一闪砍一刀 右边又砍一刀 他肾法实在太快 书里说张无忌在炼成 请问下诺仪之前 就是九阳大成之后吧 轻功就比灭绝要高了 所以这个时候当然更高了 之前他绕着灭绝转来转去 越奔越快 如风如火 四雷四电 九阳真气越转越旺 最后就像是足不点地的凌空飞行一般 轻易浮往尾一笑 这种轻功高手 他慢慢看了 也觉得太厉害了 这段让我想起 《火影》里边终人考试的时候 小李达吾埃罗那一场 可能有朋友也想到了吧 对 倚天又领先了三四十年哈 总之秘诀事态其实很被动 他想还击都还不了 倚天剑完全没有用武之地 那俄梅派的弟子一看 这么打下去 师父肯定要吃亏啊 于是大弟子静拳就说 咱们今天是要剿灭魔教 不是普通比武 所以大家一块上吧 把这小子围住 让他乖乖跟师父较量真本领 于是俄梅派弟子一拥而上 站定了四面八方 想张无忌没法跑 丁敏君还跟周芷若说 周师妹 拦不拦在你 让不让也在你 周芷若又羞又气 说你单提我干嘛 这时候张无忌争路过丁敏君 丁敏君长剑刺出 但是张无忌随手就把他长剑给夺了下来 然后朝米约师太制了过去 秘诀一挥以天剑 当一下把这长剑削成两半 但张无忌扔的地儿很大 所以秘诀右手腕都发麻 张无忌就连续路过俄梅弟子 路过每个人都是一下抢下长剑 然后朝米约扔过去 书里说来这儿的俄梅弟子 都还是俄梅派比较厉害的 但是没人挡得住张无忌的一抓 长剑全都被夺走 灭绝师太一通连削 自己弟子的长剑都给削断了 断剑满天飞 这位人都赶紧躲开一点 而且灭绝师太削得右手腕累了 就剑交左手继续削 书里说灭绝左手用剑 跟右手一样强 张普兰丁斯特都羡慕疯了 想象这个画面也很帅 张无忌还在俄梅弟子身边转来转去 继续攻击灭绝师太 这些人完全拦不住他 但是大家都发现 俄梅弟子手里几乎都空了 只有周芷若的长剑没有被夺 张无忌当然是感激周芷若 刚才指点他的恩情了 但是这一下周芷若太突出了 谁都看出不对 所以张无忌有的时候 心思也不太细 丁敏君就说 周师妹他对你果然不一样啊 我觉得丁敏君放现在 多少也是个抢热瓶高手 或者是神弹幕 灭绝师太一看心里也怀疑 就大声说 芷若你敢欺师灭祖吗 然后一剑由周芷若刺了过来 他这一剑是试探 没想真的杀周芷若 如果真的快刺到他会停住的 但是张无忌不知道啊 他就冲过去抱起周芷若 就窜出一段 哎这一下 灭绝师太终于反客为主了 以天剑直指张无忌后心 张无忌抱着一个人 跑的就慢了一些 看来他抱着人跑 还是没有伪一笑专业 他就回身用宝刀去格挡 只听当地一声 刀只成半截了 但他临危不乱 一仰手 把半截宝刀朝灭绝扔了过去 而且这回使得九成力 力道奇大 灭绝只觉得进风扑面 呼吸困难 不敢用以天剑接 只好低头握倒闪避 张无忌还抱着周芷若呢 又冲上去 一掌打成灭绝师太 灭绝单膝跪地 又挥以天剑去捞张无忌手腕 张无忌变招齐速 画掌为勾 一刹那间画刚为柔 这已经是 情侣诺诺仪第七层心法了 所以一下就把 以天剑夺了过来 然后用剑指着灭绝师太的脖子 这一下胜负已分 灭绝师太 输给他第七层 情侣诺诺仪心法 也算是不冤吧 灭绝一看 自己输了不说 张无忌还抱着周芷若呢 就面色铁青 后边这段也是明场面 我念念原文吧 周芷若身子一睁 道快放下我 张无忌惊道 呀 是 满脸仗得通红 忙将他放下 鼻中闻到一阵淡淡幽香 只觉头上柔丝 在自己左夹拂过 不禁邪忘了他一眼 只见他翘脸生韵 又羞又炯 虽是神色恐惧 眼光中却露出欢喜之意 然后灭绝师太就一言不发 看看周芷若就看看张无忌 脸色越来越轻 张无忌倒转以天见剑柄 递给周芷若 说周姑娘贵派的宝剑 请你转交尊师 然后周芷若内心活动就很复杂了 书底说 他一刹那间 心中转过了无数念头 今日局面已然尴尬无比 张公子如此待我 师父必当我和他私有情弊 从此我变成了俄美派的企图 成为武林中所不齿的叛逆 大地茫茫 叫我到何处去觅规宿之地 张公子待我不错 但我绝不是存心为了他而背叛师门 这时候秘诀师太突然历声喝道 芷若一剑将他杀了 周芷若结果以天剑就刺出去 还真的刺伤了张无忌 那他为什么这么绝情呢 书底说周芷若进入秘诀师太门下之后 天资甚是聪颖 又自幼父母双亡 刻苦学艺 进步神速 深得师父钟爱 这七年多日之中 师父的一言一动 与他便如是天经地义一般 心中从未胜过半点围绕的念头 这时听到师父默的一声大喝 仓促间无暇细响 所以就顺手接过以天剑 刺向张无忌 这几段我念原文是因为 这一幕也是个明场面 而且各个影视版本里面 对周芷若刺张无忌一下的还原 都感觉差一点意思 因为没法有内心独白嘛 而且这一段对于评价周芷若这个角色 也是挺重要的 他内心想法还有旁白 可以以为是不掺甲的吧 再说张无忌 为什么没有躲开这一剑呢 他对周芷若肯定是有感情的 这时候 压根不相信周芷若真的要杀自己 所以迷迷糊糊的就躲慢了 等到想躲的时候 剑已经刺到了 周芷若这个时候也有点意乱情迷 心想难道我真的一剑刺死了他 所以剑尖一偏 手腕一抖 刺中张无忌又凶 没有刺中心脏 但是刺得很深肯定伤到肺了 周芷若一看刺中了 一声惊叫拔出剑来 张无忌的伤口血如泉涌 张无忌看着他神色很古怪 好像在说 你真的要杀我 小赵第一个冲上来扶住张无忌 张无忌迷迷糊糊的还把小赵看成了周芷若 还问你为什么要杀我 他一边说话一边咳嗽 伤口血流得非常厉害 这时候周围六大派的人 还有鸣叫的人都鸦雀无声 因为他们刚才眼见张无忌连败了好几位高手 不仅武功高强 而且胸襟广伯 所以不管是敌是友 对他都很敬佩 小赵这时候着急地问 哪一派有药 空姓大师从少林派走出来 说我们这儿有药 但是涂不上去 因为血流得太厉害了 何泰冲和班淑贤夫妇还过来问 金蚕蛊毒到底怎么解 快说呀 因为他们以为张无忌要死了 那他们俩中的毒也解不了了 也会死嘛 小赵就哭着说 你们快走开 空姓大师也说 你们再不走开 老大可要无礼了 然后张无忌清醒了一点 就自己点了自己伤口周围的几处穴道 血流得慢了 空姓大师敢给他伤成的药 现在张无忌都伤成这样了 躺在地上 居然还说 峨眉武当 还有哪一位不肯罢首的 请出来较量 哇 这一幕也是很感人啊 真的是舍命保护明教了 秘诀师太就说 我们峨眉输了 六大派此行是成是败 全看武当派的了 就把武当派给架起来了 在场人都能看出 武当武侠随便出来一个 就能把张无忌给杀了 但是武当武侠都最有侠义精神 这时候面面相去 谁也不肯出手 对付一个这样重伤的少年 都觉得有违侠义精神 但如果他们不动手的话 六大派围攻光明顶 这么大的阵仗 最后居然落得个煞雨而归 六大派都会颜面扫地嘛 这时候宋远潮的儿子宋清书 站出来说 让孩儿出战吧 大家就明白了 如果宋清书出手的话 对武当武侠的威名 还没什么连累 但是于连州也说 不行 如果我们同意了 就等于是我们出手 没有什么区别 四侠张松熙说 大局为重 名声为轻啊 七侠陌生谷说 名声还是身外之物 只是这样对回个重伤的少年 良心难安 只有六侠伊犁庭不说话 但他咬牙切齿地看着杨潮 他是最恨名教的 在他看来是杨潮 抢抢他未婚妻记小福 后来还害死了他 所以不说也知道他的态度 那么现在等于是二比二平 就看宋远潮的了 宋远潮也纠结了半天 最后说 魔教作恶多端 除恶勿尽 这是大劫 另一边是我们的侠义英明 两者不能得奸 当取大者 清书 务必小心 也就是同意了 宋清书处斩 这周宋清书 走到张无忌面前 先是说了一番 你可以下山去 我们不为难你 但是张无忌拒绝了 说在下要与名教共存亡 名教的很多人也都喊 曾少侠 你对我们已经仁至义尽了 你就别再打了 我们都很感激你了 但我心想 如果张无忌之后真的不再打了 就任由他们图灭了名教 那前面五派也白打了 功亏一篑啊 多冤啊 那么立功最大的肯定不是宋清书 肯定是周指若呀 可以说是周指若剿灭了名教 阴天正解时候还想替张无忌跟宋清书打 但是他一口气踢不上 又摔倒了 还是不行 小招还打在张无忌面前 跟宋清书说 你先杀了我吧 张无忌也很感动 说小招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小招说 因为你对我好啊 张无忌心想 现在就算我死了 也有一个真正对我好的知己 再说宋清书 宋清书对周指若是一见钟情 而且经常偷偷地观察周指若 看出他对张无忌也是含情默默 所以当然醋意大胜 而且他看到周指若虽然刺伤了张无忌 但不论张无忌是死是活 从此再没法从周指若心上抹去了 那宋清书当然嫉妒的不行 所以这时候想置张无忌于死地 书里说宋清书本来也是文武双全 而且端方重义 但是面对情字一关 还是乱了方寸 这时候他看小招护着张无忌 就大声说你走开些 张无忌说你跟小姑娘说话 不要这么大声 宋清书还推了小招肩膀一把 说妖女邪男有什么好东西了 张无忌就说 令尊宋大侠千千君子天下皆知 怎么阁下这么粗俗呢 跟阁下过招 我也不用站起身来 就这么躺着打吧 其实他根本没劲 站都站不起来 于连舟还跟宋清书说 不用取他性命 点了他穴道 让他不能动就行 宋清书说好 然后果然伸手 去点张无忌肩膀穴道 张无忌也不躲 也没劲 就让他点 点到了之后 张无忌用内力一牵引 他这手就滑开了 整个人差点扑张无忌身上 也挺狼狈的 真要扑上去就好看了 然后宋清书定了定神 又踢出一脚 踢张无忌胸口 这一脚就比较狠了 但是张无忌五指一扶 他就踢偏了 他又回脚一磕 又被张无忌扶开 这几下当然是乾坤大挪移了 因为张无忌已经没有半点劲了 宋远乔看出来了 就说 清书他这是四两拨千斤之法 然后宋清书就用出武当派免掌 让张无忌不好借力 但是张无忌已经把乾坤大挪移 练到最高境界 所以有那么点力就能借上 实在不讲理 所以他就手挥皮拍一般 挡开了宋清书36招免掌 宋清书心里大害 然后回头一看 周指若在看着这边 满脸关怀 肯定看张无忌呢 他又醋意大发 然后就用出了杀招 左右开弓 左手打张无忌点 右手点他肩膀穴道 这叫花开病地 然后又反过来 左右手调换又使一次 两招花开病地 这四招连成了一招一样 也如暴风咒语 周围的人看得大吃一惊的踏前一步 威力也是非同小可 但是张无忌的乾坤大挪移 实在是不讲理 把这四招几乎调转了180度 都打回到自己身上 之前宋清书先是 左手打自己右脸 右手点自己左肩 然后还没完 反过来又来两下 我心说前两招打完了 后两招居然还能用出来 也是够快够连贯的 杀不住车 那这四下一过 宋清书两边脸都高高肿起 倒在地上就起不来了 宋远乔坐赶紧出来 把儿子接回来 他知道儿子受伤还在其次 但他一向心高气傲 受到的侮辱 是比身上的伤更重的 张无忌还喷出几口血 看来这几下看似轻松 消耗还是不少的 六大派很多人很关心张无忌 也看着宋远乔 看武当派还要不要继续打 宋远乔就很爽快地说 我们武当派也认输了 想是魔教气数未尽 上天生下这个神奇的少年来 如果我们继续纠缠的话 那明门正派跟魔教 还有什么分别呢 二侠于连舟也说 正是 我们现在就回山请示师父 等这少年商欲之后 我们再卷土重来 再决胜负 这番话说的也是光明磊落 豪气逼人 但是六侠殷尼廷还不肯罢手 他刷的拔出长剑 指着张无忌 说姓曾的 我跟你无冤无仇 但是那杨潇跟我仇身四海 我一定要杀了他 张无忌很虚弱地说 不行 但叫我有一口气在 不能让你杀了明教任何一人 尼廷廷说 那我就先杀了你 张无忌已经有点神志不清了 迷迷糊糊地说 音六叔你杀了我吧 这句音六叔一出 尼廷廷一惊 觉得这口气好耳熟啊 他就想起很多年前 幼年的张无忌曾经这么叫他 他就盯着这个自称 曾阿牛的少年看 越看越觉得像张无忌 他就问 你你是无忌吗 张无忌以为自己快死了呢 也不否认了 就说音六叔 我实实在想念你 尼廷廷就扔下长剑 抱住张无忌 大声说 你是无忌 你是我五哥的孩儿张无忌 哇 每次看到这一段 我都有想哭的冲动啊 特别是尼廷廷还提到张翠山 你是我五哥的儿子张无忌 就让人感觉 张翠山死也能瞑目了 自己的儿子长这么大 今天立下这么大的奇功伟绩 一下名震江湖 再想到张翠山跟殷素素 死了那么多年 到现在江湖上 还有很多人骂他们 觉得张翠山是身败名裂了 死都不得好死 到今天 终于可以起刷到这些污名了 所以每次看到这都很感动 那宋远桥 余连舟他们一听 当然全都围过来 每个人都无比欢喜 没说宋青叔什么感想 应该是体验极差吧 六大派里只有周芷若 还有何太冲夫妇 知道张无忌的身份 明教那边是只有杨不悔和杨潇知道 这时候殷天正知道这个舍命保护明教的英雄少年 居然是自己亲外孙 那真是开心的不行啊 没法更开心了 就哈哈大笑 但这时候事还没完 张无忌晕了过去 殷尼婷就走到杨潇面前 身见指他说姓杨的 今天我一定要杀了你 杨潇就闭目等死 因为他也觉得亏欠尼婷 还有纪晓福嘛 但是杨不悔挡在父亲身前 跟尼尼婷说 羞伤我爹爹 尼尼婷一看 恍惚之间好像看到纪晓福一样 就说小福妹子 杨不悔说 纪晓福是我娘 我是他女儿 尼尼婷说 哦 是了 我要杀了这个姓杨的 替你娘报仇 杨不悔就说 我娘是被那个老贼尼打死的 就指着灭绝 说你去杀了他吧 尼尼婷就看着秘诀师太 秘诀师太也承认了 说不错 那个孽徒是我打死的 他跟杨潇两相情愿 宁可背叛师门 也不肯去杀这个淫徒 这种徒弟留着何用 还说音六下 我是为了照顾你的名声 才没有把事情捅破 尼尼婷还说 我不信 我不信 秘诀师太说 你问这个小女孩叫什么名字 尼尼婷看杨不悔 杨不悔说 我叫杨不悔 我娘说这件事情他永远不后悔 哇 尼尼婷听到这儿 实在是不行了 扔下长剑 双手掩面 哭着就跑了 往山下跑去 正着还被扮了一跟头 跳起来接着跑 但说以他的武功 怎么可能摔跟头呢 可见是魂不守舍到了一定程度 所以尼尼婷这个形象 也很深入人心 剑术高强 而且很痴情 也有点脆弱 爱流眼泪 哦 刚才跟张无忌相认的时候 他也流泪了 于是六大派围攻光明顶 这个大事件 就进入了尾声 收官阶段 武当武侠里另外四位 正在身长 给张无忌 用内力疗伤 张无忌好了一些之后 又送回一部分内力 给他们体内 用自己九阳神功 还提高了他们四个的修为 他们四赶紧撤掌 说万万不可 但也惊讶于张无忌的内功之浑厚 这时候张无忌已经性命无碍了 就跟四位师叔师伯相认 还问太师父张三丰可还安好 书里还特别写道 于连周这个硬汉 也很动情 热泪盈眶 说你都长这么大了 秘诀师太铁青着脸 一看武当派跟张无忌相认了 他也没什么可说的 带人为弟子就下山了 周芷若走之前 回头看张无忌 两个人正好对视 就好像能够隔空对话一样 周芷若脸一红 就好像在说 我伤点伤得这么重 真过意不去 你要好好保重 张无忌好像听懂了 微微点了点头 周芷若这才很高兴 就走了 虽然说对周芷若这个角色的评价 一向比较两极分化 但是我觉得 平心而论 至少我自己 看到这一块的时候 还是觉得周芷若挺可爱的 虽然我还更喜欢小招一些 然后另外四大派也准备走了 何泰冲 还假不假事的过来 说小兄弟 恭喜你们亲人相认啊 其实大家都知道 他是来要解药的嘛 张无忌就能怀里 摸出两颗寻常的药丸 跟他说 吃一粒就能解毒了 何泰冲接过来 一看药丸 平平无奇 还不信呢 但是张无忌很虚弱的说 在下说肖解德 便是肖解德 这块也很帅 张无忌虽然很虚弱 但是他刚才有 栗战六大派这个功绩在 说话自然就有一股威严 不由得何泰冲不信 然后何泰冲就只好走了 少林派的人走的时候 还发现 元真的尸体怎么不见了 他们还质问名教的人 是不是藏起元真的尸体 周滇就哈哈大笑说 我们要那个贼秃的尸体有什么用 难道煮来吃了吗 少林和尚也觉得 那可能是其他门派的人 收尸的时候收错了吧 当然读者肯定能想到 元真就是混元霹雳手成坤 肯定没这么容易死 肯定是装死的 后边好在兴风作浪 于是等六大派走后 杨潇和殷天正对视野 同时说到 明教和天鹰教全体教众 叩谢张大侠 护教救命的大恩 说完带头给他跪下 后边黑黑鸭跪满了一片人 哇这一幕也非常爽啊 倚天屠龙记在一九六几年 绝对可以说是爽文巅峰了 也让我想到 魔戒指环王的结尾 阿拉贡登基的时候 所有人给霍比特人跪下那一幕 那么名教只剩一个大问题了 就是教主之位还空着 那么选谁当教主呢 怎么能选出一个又服众 又有真本事能够重振明教 让明教再次伟大的教主呢 哎呀真是太难想了啊 怎么办呢 那么欲知雪谁当教主 且听下回分解 喜欢视频朋友希望关注我 这很重要一定要关注我 好那我们下期见 我是玫瑰书 谢谢大家